林景洪送走了罗盛民 然后前往锦城大酒店 跟冯天林相约 永远是冯天林先到 这次也不例外 冯天林已经订好了包厢 上好了韭菜 就只等着林景洪的到来 跟林景洪接触多了 冯天林也基本上了解了林景洪的性格 林景洪是不大会在意这些小细节的 简单的说 就是林景洪有做大事者的胸怀 不拘小节 林景洪挥手示意服务员退出包厢 等他出去演上门后 他才在座位上坐下 冯少怎么样 你对那个计划有什么看法呀 他起开了瓶盖 给冯天林倒了一杯酒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先不说这个 这是请帖 昨晚放在车上都忘记了拿 如果今天不给你 到时候你不准备大大的红包 我就亏死了 冯天林哈哈一笑 将放在跟前的两张请帖 轻轻地推到林景洪的面前 赵小妹那张 也就麻烦林少代为送一下了 我可进不了戒备森严的省委常委大院啊 冯天林说这话倒是谦虚了 他想要进省委大院倒不必费什么特别的手脚 林景洪抿了一口酒 黑黑笑了一声 既然我成了苦力 我看这个红包也可以小一些了 再说这红包太大了 我怕中纪委的同志请我去喝茶 那就得不偿失了 林景洪没有推辞 他本就想跟赵小妹谈谈自己的计划的 也顺道见一下 已经退居二线的前任省委赵书记 既然有了这张请帖 上门拜访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 至于后面那番话 则完全是玩笑话 冯天林听了后苦着一张脸 好像很郁闷似的 两人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便将话题扯到了 通过赵小妹控制锦城一帮 顽固子弟的仪式上 昨天由于要送赵小妹回去 赵小妹也一直待在林景洪的身边 林景洪也没有多少机会 跟冯天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再说 昨晚那时 他也刚刚想到 自己还没有全盘的计划 想要说些什么 也未必能够诠释得清楚 所以两个人才相约了今天 再详谈一番 林少 你这个计划 我不佩服都不行了 如果控制得好的话 这可能成为川省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势力 比这林系大举进入川省的效果 还要好上许多呢 冯天林赞了一句 打开了话题 林系大举进入川省 不但会引起川省现在势力的反弹 而且还会招出唐家来 到时候能不能成功 还是一个问题呢 可现在不一样了 你隐在暗处 有心人即使猜想得到是你 可也只能是吹胡子瞪眼睛 想要瓦解这些势力 恐怕不大容易啊 林锦红笑了笑 你自己也说了 要控制得好 问题的根本 就是如何能控制得好啊 这世界上有些计划很完美 看上去天衣无缝 可就是难以控制 因为是人在操作 世人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难免会出现疏漏 给别人可乘之机 这个计划有关键的两点 一是赵小妹能不能胜任这个人选 如果不能胜任 又上哪儿去找一个赵小妹的替代人选来 二是 如何让这个势力长久存在下去 即使被有心人察觉 也因为利益的关系 而无法下手去挖赵小妹背后的我 这就是利益出让问题 出让多少的利益 会让聂书记等人 想要借助这个势力 而又戒备这个势力 却始终无法出手去挖这个势力 林景洪放下了筷子 喝了一口酒 叹了口气 我不指望能借助这个势力 控制整个川省的官场 只是想要借助他来平衡各方势力而已 我在加州还会待上几年 以后我在加州的脚步会越来越艰难 想要干成一些事情 可能会很难 川省上层也会借机下压 冯天林点了一下头 林少 既然如此 那第二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加州现在的局势还算明朗 林少也可以完全控制着 离林少所说的那种情况 发生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让这个势力全心全意 为聂书记等高层服务 甚至可以让聂成员站出来 给人一种假象 认为聂成员是这个势力的实际掌控者 这样赵小妹也可以隐藏在背后 到时候真发生了林少所说的问题的时候 再适当地引导一下 这事情也就成了 其实在这样的前提下 第一个问题也就自然地解决了 毕竟让聂成员出来 让赵小妹也是隐藏在暗中的 她又有女人的身份遮掩 有些问题会被人自然地忽视 冯天林说到这儿喝了一口酒 润了一下干燥的喉咙 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林少自然可以高枕无忧啊 林景洪哈哈一笑 冯少分析得不错 让聂成员出来 让赵小妹也隐藏起来 嗯 不错 冯少 还有一点不知道想过了没有啊 如果赵小妹控制不了聂成员 反而让聂成员控制了赵小妹 那可就为他人做嫁衣上了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看人不能只看表面 聂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就看一两眼是看不出来的 不过冯少的分析 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路 即使聂成员不好控制 那可以找一个好控制的人 来代替聂成员吗 林少说得对 是我没考虑周全 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计划就不能实施 冯天林心中暗叹 自己在来的时候 自认为考虑得比较周全了 但是跟林景洪相比 自己还要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聂成员这个人 看起来像是顽固子弟 大大咧咧的 但我昨晚见他 却发现并不如表面 看起来那样简单 他隐藏得很深 赵小妹想要控制他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蒋子晨就不一样了 蒋子晨对赵小妹有仰慕之情 人也相对的要简单了许多 他是一个更加合适的人选 林少 蒋子晨如何取信聂书记呢 聂成员怎么办呢 冯天林听罢思考了一下 一连问了两个问题 而后又自言自语地说着 相对于蒋子晨 想必聂书记更加相信 自己的侄子聂成员吧 而且聂成员 无论在背景和性格上 对那帮顽固子弟 更具影响力啊 这次林锦宏没有回答 笑笑而已 冯天林见状 没有再问下去 他知道 林锦宏定然 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 冯天林 虽将话题 转移到另外的一件事情上 乡省那边有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 他本来昨晚就想跟林锦宏说的 谁知道昨晚竟然没有机会说 反而看了一场闹剧 林绍 乡省省那边你看 冯天林是想要探探林锦宏的口风 说到一半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林锦宏看了一眼冯天林 神情略微有些严肃 冯少 这个问题你是知道答案的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不妨跟你说句实话吧 想要解开乡省的复杂繁琐的局势 问题在冯家 而不是在林锦 冯少你也清楚 这件事情实在不一再拖下去了 拖得越久 对我们两家来说就越不腻 唐家可是在一边虎视眈眈的呢 唐家在川省两次出手 皆以失败而告终 唐家的耐性始终是有限的 等他们耐性消磨殆尽 唐阳轩往上窜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乡省唐家是不会放弃的 就好像我林锦宏 不会放弃加州市一样 两家这么坚持这两个地方 那是有原因的 冯天林点了点头 我也知道林少所说的 冯家在乡省的政策 会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 另外我爷爷的意思是 冯家跟林家靠得更紧一些 甚至可以 林锦宏挥手阻止了冯天林的话 他没有想到冯天林竟然会说得这么直白 使得他有些意外 冯家有意要跟林家合并 这话显然说得太早了 现在林锦宏也不想听这样的话 他毕竟还没有接手林系 再者林锦宏虽然对林系有了一些了解 却始终不够全面 林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还得等等 他完全接手了林系才能弄得清楚 到时候林系对冯家该如何保持关系 林锦宏再做出决定也不迟 冯家的意思就是想趁自己尚未接手林系之前 将这个问题通过冯天林向自己透露好摸取最大的利益 林锦宏自然不想让他继续说下去了 淡然地说了一句 冯少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 不如不说 冯天林的脸色一鸣 记而一笑 林锦宏的表现在他的预料之中 自己爷爷将林锦宏看得简单了一些 现在的林锦宏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林锦宏了 哪能这么就轻易地上当呢 林绍 还记不记得当时在新康县时 我们的一个赌约 三年之期快要到了 无论是冯家是做何安排 我冯天林一概不论 林绍可是无论如何 也要收下我这个愿赌服输的小弟哦 林锦宏哈哈一笑 哈哈 还以为冯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了 冯少放心 愿赌服输 我依然 只是现在还没有时间 冯少还是有的是时间 不过我左边的位置会虚位以待的 冯天林愣了一下 这么说来 林绍右边的位置已经有了人选了 不知是何人能入林绍的法眼呢 他突然拍了一下手 将林锦宏吓了一跳 林绍 你先等等再说 让我猜一下 我想 林绍这个左膀右臂一定不简单 想来想去 也只有罗飞能有此能力了 林绍第三代中 也有很多的少年俊杰 但林绍 想必都没有怎么接触过 也只有罗飞符合这样的条件了 冯少 这算不算英雄所见略同啊 林锦宏扶长 冯少竟然已经猜出 这人选是罗飞了 但不知道冯少 能不能猜出 我接下来会如何安排罗飞呢 冯少不要让我失望了哟 冯天林摇头苦笑 林少 你这是为难我了 我可没有学过那掐指一算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前明八百年 后知五百载的本事 冯天林 下了一口酒 咋了一下嘴 见林锦宏笑笑不语 只得摸了一下下颌 可惜他下颌光溜溜的 没有一根胡茶子 怪就只怪他早上起来 刮得太干净了 现在想摸一下胡须 洋装一番高人都没有办法 林少既然强逼 那我勉为其难地猜一下吧 说完低头思考了一番 两久他再抬起头来 林少 我觉得你会安排罗飞去京城 进入某部围 不错 我确实有意让他进入京城 顺势提上半计 一个府厅进部围 实在引不起什么人注意 不知冯少猜不猜得出来 他会进哪个部围 林锦宏对冯天林的猜测 有些欣赏 继续问 林少也说了 罗飞进部围 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想 那也只有进那些 不是热点的部围了 我所能猜测的 就是这些了 林少 可不要再问了哦 再问下去 我也是答不出来的 冯天林将自己的猜想 说了一下 然后赶紧堵住了后面的道 不让林锦宏再问下去了 林锦宏也没有准备再问下去 冯天林能猜到这个地步 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还真能猜出 罗飞要去农业部 那可就要对冯天林顶礼膜拜了呢 林锦宏虽将罗飞的去向 向冯天林说了一遍 然后又聊了几句别的 这顿午餐也就到此为止了 下午林锦宏没事 明天参加省委常委会议后 就回加州 因此他下午准备去省委常委大院 上赵家之门 拜访一下赵小妹的父亲 前任省委书记赵书记 离开了锦城大酒店 林锦宏回到招待所 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打了个电话给赵小妹 得知他父亲现在正好在家 林锦宏让赵明相 安天两个人去买了一些普通的礼物后 带着这些礼物 他去了省委常委大院 敲开赵家大门 过来开门的正是赵小妹 林锦宏见状 小妹 你逃课好像成了家常便饭了 不怕学校给你个处分呢 让你回家玩去 林少 你这可说错了啊 我这可不是逃课呢 现在是实习期 我又不想去那些实习单位 所以在家里实习了 赵小妹得意着道 边说边从林锦宏的手中 接过了那些礼物 林少 还提礼物上门 幸好是普通的东西 要不然可能被我爸扔出门去呢 他以前经常这么感人的 现在虽然退休了 但脾气不见得会好多少呢 林锦宏不为赵小妹的话所动 笑了笑进了客厅 客厅沙发上 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见他进来 忙起身向前跨出三步 热情地道 林副书记 竟然真的登门拜访 刚才听小妹说 我还不相信呢 小妹她是个鬼精灵 谁知道她的话 有几成是真的呢 她就是川省前任省委书记 现在川省政协主席赵正记 我还不相信 我还不相信 只是说 我还不相信 我还不相信 读 before 我还不相信 我还不相信 排队